错过班车意外免货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这是我亲耳听到的一则有关念佛消灾免难的感应故事 在一个小村子里 大多数村民的文化水平不高 也不是非常注重信仰 只有一位女子信奉佛法 不但自己皈依了三宝 而且每天诵读净土经典 还常常持念纳摩阿弥陀佛 更能够自行化她 劝导其他村民一起念佛 因为她平时喜欢帮助生活有困难的人和睦相邻 所以被村民们称为善女人 有一天善女人穿着崭新的衣服 怀着无比虔诚的心情 打算去参拜寺院 她早早地来到预定地点等候搬车 因为距搬车到来的时间还早 她就抓紧时间念着佛珠念佛 她念佛念得非常专注 所以就忘记了自己还在等车 当她想起来时 时间已经很晚了 但是搬车还是迟迟没有来 她只能继续在那里等候 直到日上三甘时 焦阳似火 善女人还是没有等到搬车 她只能怅然若失地按原路回家 虽然心中有些失望 但也无可奈何 没想到这件事却引来一些村民的闲言岁语 这就是她要念佛呀 看她平时那个虔诚进而忧 念佛念佛念到搬车都不来接她 还想去拜佛拜了个空 念什么佛呀 浪费口水呢 吃饱了没事干吧 这些闲话也传到善女人的耳朵里 她一句话都没说 更没有一丝埋怨 就这样 她平平静静地度过了那一天 然而 事情后来的发展确实让人感到有些意外 善女人原来打算乘坐的那一辆班车 途中竟然与一辆货车意外相撞 车上的全部乘客都受了伤 甚至还有一位乘客脊柱严重受损 最后导致全身瘫痪 然而 这个善女人正是因为她没有乘上这辆班车而幸免于难 其实 这辆车当天的确经过了站台 据善女人自己回忆 因为当天天气太热 她就在附近找了一个阴凉的地方 拿了张纸坐在地上闭目念佛 她本以为班车经过站台时 司机看见有人等车 就会鸣笛停下来 然而 司机竟然没有看到她 更不用说鸣笛停车了 通过这一次亲身经历 善女人念佛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当村民们知道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之后 无不赞叹不已 佛菩萨有灵的声音也迅速在乡里乡村传播开来 大家知道了她的经历之后 每当村里人外出办事时 都会称念那伯阿弥陀佛 以祈求旅途平安顺利 遇难成祥 印光大师曾开示 小儿辅能言 即交以念 那摩阿弥陀佛 即难无观世因菩萨名号 即令素世少栽培 成此善利 必能获消于未蒙 福真于不知 而观煞病苦等显难 可以无虑以 傅永家某居士疏医 念佛可以消灾念难 念佛必能成佛 善女人念佛缅难的事迹 再一次证明了阿弥陀佛慈悲愿力真实不虚 愿大家尝念 那摩阿弥陀佛 净土2020年第四期 文件子